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S 上一节课我们通过这些代码 实际上,如何去写一个 Mapperlius 在HPS上去运行 那么代码我们是写到了一半 写一半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继续去写 那这里呢,我们 把我们需要结果呢 输出到这个一张表里面 那这时呢 我们就得去开始输出了 输出方式呢 还是跟我们这个 之前的Mapperlius 反而写法是一致的 contest 点write 那这个key呢 其实我们对写表里面key不需要的 因为这个key我们一直定了 那我们把这改成什么 改成 Long Writ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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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key不需要 value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put 啊 put 好 那整个这个啊 map和reduce写好了 主环数 主环数 怎么写 主环数 我们看到啊 我们主环数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考虑就可以了啊 考虑了 就这样考虑了 我们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去写这个啊 啊 commoderation 导包 啊 这个我们这个 改一下啊 这个架包 好 table mapreduce utl 是吧 table 啊 大家呢看到有有这两个区别的啊 这个是 这个是 mapreduce 新版啊 这个是1.x版本啊 init table mapjob 是吧 啊 我们看到这里面啊 这里面这个我们不要用它 太多了 太多了 来我们往下看一下啊 我们去引一个啊 表明啊 我们来引一个表明啊 这个吧 啊 我们这个简单的啊 table 我们来 假定叫做 tlog 啊 我们看这表里面有哪些数据啊 我们看我们这个 嗯 看一下那个表明 有数据是吧 真的有数据 有数据 有数据 对吧 好 我们tlog mapre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 output key 是不是 test 点 class 是吧 init writable 点 class 好 我们这边再来 点 init reduce 啊 我们 我们往哪个表里面写是吧 tcount 里面写 那个reduce呢 啊 这个为就是 这个job 是吧 那么 写完过后呢 我们看看啊 job 啊 我们可以给他提交了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写完了 是吧 写完了 我们看一下里面 name 是吧 name这个列 我们先统计name这个列啊 没有 就name 就一个出去是吧 啊 我们统计address conimgaddress 啊 好 我们来给他写一下啊 写到tcount里面 啊 tcount里面 tcount里面 来 有 一个列组f 啊 两个列啊 我们来串击一个表 好 这时候我们来运行他一下啊 运行他一下啊 嗯 啊 我们这个 啊 我们这里要做个配置箱啊 配置箱 稍写了一个东西 啊 他说连本地啊 连不上 那我们去写 这里面 我们会看到我们之前写这个是吧 是吧 把这些copy去就可以啊 我们入keeper第一次先运行是不是可以啊 因为我没有指定入keeper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给他运行一次 好 指针为空 是吧 在哪里 好 42 我们看一下结果有没有啊 应该是有一点点结果 嗯 没有数据 对吧 因为没有扫免到这个 那其实我们把这个 正在try catch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结果啊 结果上海啊 上海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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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这个例啊 上海的 有几个 啊 有三个是不是啊 内蒙上海 啊 这个 这个 这三个 那上海零的呢 啊 一个 上一的几个 啊 一二三 是吧 是吧 那么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哎 这个结果出来了 哎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一点 去写整个 MapReduce啊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指关注点和我们之前写MapReduce关注点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Value 哎 Value不一样 我们这个Value是呢 是从数据库里面读出来的啊 它是一个result 我们之前读的是嘛 是一个 呃 一个 一个文本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对吧 先是一个result方式 那至这里不要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样啊 一样的 当然说这里面我们把它指定的 输出到什么 这个表里面 同时你也可以把它指向 输出到我们的文件里面来 啊 输出到文件里面来 那这是我们啊 一个正常的一个写法 当然说我们还可以说什么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数据 来进行一个复制 进行表达复制 我们在里面写一些固理条件 比如说我这个里面 我这个里面 呃 这个 我只要把这个 adress 这个值 adress 等于上海 1的 复制过去 就可以了 啊 上1的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也很简单 来我们再把这个 我们的map6 再进行改写一下啊 我要把这个所有的值为上海 1的这个数据 复制过去 那是不是很简单啊 那是不是只要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做判算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把这个值取出来过后 四上海1吗 哎 四上海1 我就给你写进去 否则的话 就跳过 啊 其实我们可以 变得慢慢很多种啊 很多种 关键呢 大家是可以去变动 去理解这里面的架构 给你就可以了 那最后呢 我来给大家做个 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总结一下 那还记得我们说 我们上上一节课 上上一节课画的图嘛 其实写这个map6 啊 很简单 这是我们的map 啊 这是我们reduce 中间不管它是什么样一个方式 去处理数据的 我们都不用关注它 那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呢 从这个表去读数据 对吧 我们之前是从什么 我们之前是从这个文件 我们先从文件读数据 我们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是吧 test input format 是不是 那现在我是从这张表里面读数据 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从这表里面读数据 所以说我们用了什么 我们看到这地方 啊 看到这地方 我们用它用了staff去读啊 用它去读 从表里面读数据 从表里面读数据 那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reduce reduce 我们要把数据 往这个表里面去写 是吧 这是一个table 这个table 这个table 往这里面去写 怎么写 那我们是不是也 调用我们这里面那些这个啊 往这个表里去写 是不是 用写式 用什么class写啊 reduce a test 是不是 reduce a test 我们看看reduce a test 我们这里组装有什么 组装了一个put 啊 组装一个put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啊 重点内容 那么抽点时间呢 我们来给大家 简单的 把这个圆码一看一看啊 它和我们这个mapduce 到底有何区别啊 有何区别啊 这是我们的map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过来 那点进去 那没有 没关系啊 这没有 我们关键一下圆码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我们这个tablemap啊 它是不是继承的是谁 它是不是继承的map 这个map是谁 大家看到啊 我点进去可以看到 这个map是什么 是什么map 是不是我们hadoop mapreduce 是不是 hadoop mapreduce啊 对不对 就是这层它 是不是 之前我们写 hadoop mapreduce 我们只需要dkout valueout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reduce tablereduce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它是不是继承的reduce 它是不是继承的这个四个参数 哎 我们在写之前reduce的时候 是不是有四个参数啊 key in value in key out value out 那看到没有 它为什么只让我们定义三个参数 我们这个 这两个是什么 是从mapreduce里面输出的 map里面输出 是不是 这是我们要输出的key 哎 value它已经好了 这value是什么 是我们一个 输出的类型啊 具体的值类型 就是我们定义的put 哎 比如说 你就使用tablereduce的时候输出的类型 肯定是个put 哎 那我们再看我们的工具类里面啊 工具类里面 它为什么能解决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工具类里面 你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设置了很多啊 input format是什么类 是不是 哎 然后设置我们这个 看到没有 我们之前写什么 t set input format table input format 是不是 然后scape又是什么 对不对 它把我们很多东西啊 都给固定化 固定化 所以我们只需要传几个参数过来 哎 就可以启动我们这个 map 那我们简单去看看reduce 我们快速过一下 同理啊 他这里面呢 也去把我们定义了很多 我们之前需要写的 比方说 看到 他的这个什么 set output format class table output format 那这里面btu btu有什么 是不是有个record writer 啊 我们看到 里面btu 是不是 他里面 有没有一个 write方法 对不对 那方法里面什么 table.put 或者table.delete 对吧 对吧 那这我们这个 我们简单看 快速看一下圆码 就能知道 他里面一些 运行原理 那总之啊 总之一点 我们再看到我们这张 这幅图里面来 总之一点 不管你是这个 Hadoop的mapproducer 还是这个hbase的mapproducer 它不会是从哪地方读数据 数据写什么地方 那我们从hbase里面读数据 我们使用它定义好的这个 工具类啊 就可以很方便的去统计 至于统计里面代码 逻辑怎么变 那就在remap里面变 或者 在你的reducer里面去变 其他都是一致的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那更多的时候呢 大家自己去 动手去写一写 我们reduce 怎么去写 怎么去用 那这节课呢 我们现在做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